还在未不知道安装Wire或者Wireless Alarm而烦恼吗 你们对Wire还是Wireless到底了解多少 到底Wire还是Wireless的Alarm适合你们呢 今天这个分享可以帮到你们 嗨大家好 我是Benny 今天跟大家分享 什么时候应该安装Wireless Alarm 什么时候应该安装Wire Alarm 以下是五个安装的建议 第一 住家 如果你是新家或者正在装修着 我们会建议你选择Wire Alarm 在装修的过程中呢 Cable会埋在墙壁里面 安装好之后完全是不会看到Wire的 非常的美观 如果你的家是已经装修好 或者已经住着了 我们会建议你们装Wireless Alarm 只需要用刷面胶 把Sensor贴在门跟床 Alarm System就可以放生了 由于它是用电池操作的 所以每年需要定期跟换电池 第二 电雾 由于是商业用途 我们会建议你们安装Wire Alarm 让老板没有换电池的烦恼之外 也不会有发生员工忘记电池 而造成Alarm没有发生的问题发生 第三 condo 通常condo安装Alarm 是主要安装在大门 还有铁花 由于数量不多 通常会推荐Wireless Alarm 第四 工厂 工厂通常的范围比较大 我们会推荐你们使用Wire的Alarm System 因为工厂有很多特别的Sensor 比如Roller Sutter Sensor Wire的Alarm有很齐全的Sensor 适用于工厂 第五 有围墙的建筑物 比如这间工厂 我们会建议你们安装Solar的Wireless Alarm System 不用拉电池线也不用拉线 你们可以看我们之前旧的一个视频 Gated Condo安装Alarm System一定很贵吗? 错! 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们 不管是Wireless Alarm 还是Wire Alarm 最重要还是安全性 不同的情况 所需要的Alarm System 是不一样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们 如果你们对于Alarm System 还有任何的疑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意义地回答你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 或者你的朋友 请你like跟shar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